被关押在辽宁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49岁访民刘玉玲 去年8月被劳教时已经怀孕 至今已经有6个月的身孕 但仍然挺着大肚子被强迫劳动 律师表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服刑人员或者被劳教者 如果怀孕应该监外执行 媒权人士也促请当局尽快将这名孕妇释放 辽宁省大连市的访民刘玉玲 因为房屋遭强拆 上访至今已11年 她多次到北京上访 却被暴力解放回乡拘留多次 去年17月底 她被大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指控 扰乱社会秩序处劳教一年 刘玉玲的丈夫王震表示 劳动教养决定书上写着 2012年1月22号 刘玉玲以涉及自己的若干问题 未得到解决为由 到北京市东郊民巷周边 非正常上访地区上访 扰乱了该地区的秩序 王震夫妇提出控告书 指控大连市政府多次制造冤案 虚构事实编造证据 非法剥夺人身自由 肆意践踏人权 王震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谈到 几个月前 她多次向劳教所反映 妻子已经怀孕 但对方没有回应 去年10月 劳教所曾带刘玉玲去化验 但拒绝将化验单给她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 黄奇认为 刘玉玲身为高龄孕妇 即便按照现行劳教条例 也属于不得进行劳动教养的范围 根据劳教所第11条法规 孕妇不能处以劳动教养 黄奇要求大连市当局 应立即无条件释放刘玉玲 并对事件进行彻查 1957年8月1号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 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随后在中国各地 立即建起100多处劳教场所 1979年11月29号 中共国务院颁布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 明确规定 劳动教养制度 可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 一至三年 必要时可延长一年 中国的劳教制度恶名昭著 被海内外学者广泛诟病 一名法学教授在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是中国人权进步的 必要要求的文章中提议 除行政拘留这种 行政法范畴的行政行为外 任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决定 必须由法院公开审判裁决 同时裁决必须按法律的 正当程序进行 不得再由公安一家说了算 今年1月7号 大陆官方媒体报道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孟建柱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宣布 中央已研究 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 停止使用劳教制度 但有律师表示 停止劳教制度 公安仍可能使用其他方式 限制上访者或异见人士的自由 暂停止劳教制度